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一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非常惊悚悬疑的电影《密室逃生》 讲述的是四男两女为了一万美金差点丢了命的故事 女孩左翼是一名某知名大学的学生 本应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天才 因为某些原因,她变得微微窃窃,回答问题都不敢举手 导师对她的状况很是无奈 用量子制诺效应告诉她 观测本身会导致运动净食 原子在被观察的时候是不会衰变的 大概意思就是,让左翼对目前的生活做出突破改变 杰森沃克是一名大公司的商业精英 坐在办公室打上几个电话 钞票自动会跳进她的口袋里 正在杂货时苦逼贴着标签的人是本·米勒 他是一家超市的仓库工作人员 拿着微博的收入,做着无聊的工作 喜欢随身装着一包烟和一瓶小酒 请求老板把她调到前台工作 老板却害怕她吓到客人 所以很无奈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这天杰森、左翼和本同时收到一个莫名快递 里面是一个黑色的盒子附带一张卡片 杰森里面写的是 感谢你总能跳出框架去思考 左翼,打开新世界大门 给本的是一个逃离的机会 发箭人不详,并且盒子非常坚固 想要使用暴力打开基本上不大可能 收箭的三个人都是聪明富有挑战性的人 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神秘感让他们想尽办法破解 经过一番研究 他们几个都把盒子破解打开 里面是一张米诺斯密使逃生的入场券 谁能逃出密使将会获得一万美金的奖金 面对诱惑,有人是为了钱 而有的人就是为了寻找刺激 当他们来到约定地点时 一共有六个人参加 他们分别是本、杰森、左翼 托车司机麦克、神秘女子阿曼达 密使大人丹尼 阿曼达第一次见到本 便劝她吸烟有害健康 看到报纸上关于火灾的消息 让她感到恐慌 还质问左翼 是不是上过电视啥的 貌似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 他们进入大楼之前 必须将身份证和手机交出来 让他们暂时在一间屋子里面等着 玻璃后面的客服也是让他们休息便可 他们前来参加游戏 都有着不同的理由 麦克害怕人工只能替代司机的工作 所以打算攒钱 和阿曼达本的意图一样 都是为了一万美金 杰森是因为礼物是客户送的 不来不好意思 左翼是为了挑战自己突破自闭症 丹尼就比较奇葩了 他知道米诺斯密室 想通过参加游戏让自己出名 不管带着什么目的前来 只要人到了就已经无法自拔 本打算出去吸烟时 门把手突然坏掉了 有经验的丹尼马上想到 等待室就是第一个密室 门把上的口箱字母什么的 可能就是提示 他们需要在房间内找到密码 数字什么的 也有可能是任何有关的线索 才能打开门 既然游戏已经开始 大家很懒散的找学密码 阿曼达发现 桌上的书都写着 一味叫鱼屋坛 麦克在一本华氏451度的书中 找到了一个螺丝刀 左翼第一时间认为 451可能就是门把手的密码 没想到 扭转之后 房顶顶部出现了很多加热装置 最先感到恐慌的人 就是阿曼达 他警告左翼不要再碰任何东西 紧张地敲着客服的玻璃窗口 里面的回答依然是稍等片刻那句话 大家都在着急时 杰森却拿着一个帆船水晶陷入了沉思 丹尼认为 房间的钥匙可能就在客服的房间里面 当本拿起灭火器打算砸碎玻璃窗时 意外发现灭火器竟然是塑料的 紧跟着启动了房间柱子的加热器 好在的是灭火器上有客服房间的钥匙 打开窗户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里面是个假人 接到了莫名电话 说要遵守游戏的规则 房间的窗户也都变成了加热器 一瞬间 房间的温度热得让人无法忍受 阿曼达表现出高于别人的紧张 烦躁感 左翼安慰他 喝一杯水冷静下 借水时 左翼看到提示 于乌坦博士说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杯垫 果然他按下了杯垫下的按钮 出现了一个逃生通道 桌子上一共有六个按钮 只有同时按压下去 通道的门才会完全打开 杰森首先打头阵 走到了通道的尽头 可是要通过 就要用到之前找到螺丝刀 拧开铁网才行 紧接着迈克离开房间 轮到阿曼达时 他夺带了通道 蜷缩了起来 高温令他回忆起之前可怕的回忆 他从一辆着火的车里爬了出来 直到左翼的劝解下 他才逃了出去 目前 坊间只剩下了本和丹尼两个人 他们想到 可以用水杯压住按钮 但是水桶里面的水只有六杯 还被阿曼达喝了一杯 所有的东西 都是已经计划好的 关键时刻 本随身携带的酒 救下了两个人的小命 一番惊险刺激的逃生后 六个人总算是活了下来 阿曼达对着镜头说 自己要退出这个破游戏 游戏达人丹尼认为 这再怎么刺激也是游戏 他们是不敢伤害玩家的 现在到达的是第二个房间 打开门 需要一个七个字母的锁 房子的一块牌子上写着 你一定会被载入史册 墙上九个路角下面 都有一个字母 这些信息 让本想起来之前的画面 他开着车 唱着你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歌词 锁的密码是鲁道夫 第二道密石也顺理通过 刚才第一关太热 他们脱掉了很多衣服 身上的汗水都没有干 第三关便来到了冰天雪地 丹尼依然认为 这只不过是个游戏 因为他的调皮 误打误撞打开了房间的冷冻装置 想要通过这一关 就需要找到打开门的钥匙 寻找过程中 本踩到了一个冰洞 差点掉了下去 阿曼达者的红色羽绒服 可惜只有一件 大家商令决定 由左一开始轮流川 麦克在树上找到了一个钓鱼竿 正好可以试试刚才的冰洞 能不能钓上来什么东西 左一则在羽绒服口袋 发现了一个指南针 根据见到的标语 没有真正的北方 左一在北极熊的嘴里 找到了一块磁铁 正好利用鱼竿 他们从冰洞 找到了藏在冰块中的钥匙 本随身携带打火机 也有了用处 他带着脾气 将打火机挣在了冰面上 丹尼前去拿的时候 突然掉进了冰洞 事情发生的太快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丹尼首先被拿下一血 大家也终于明白 游戏真的是会死人的 当下最要紧的 就是逃出这个鬼地方 杰森建议 没有了打火机 他们只能用手来融化冰块 左一却认为 丹尼刚刚死去 应该悼念下才对 杰森解释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低温有多可怕 你会失去方向感 还有判断力 到时候会失智发狂 几个人就这样 依靠手的温度 一点一点融化冰块 随着温度的降低 杰森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翻船上 一位是杰森和朋友 好友正是穿着 相同的红色羽绒服 冰块刚刚融化 杰森一个人拿着钥匙 跑向了门 随着门的打开 冰层全部炸裂 所幸 大家再次活着逃了出去 第四件密室 是一个倒置的台球厅 所有的事物都是颠倒的 同时放着嘈杂的音乐 脚下的地板会突然掉落 逃出去的门需要找到门把手才行 迈克第一个注意到 头顶上的台球缺少8号球 身手敏捷的阿曼达 跑到了酒吧台上 桌子下面藏着一个密码柜 所以想到 挂着的图是拼图游戏 随着他移动图片 脚下的地板随着掉落 第一次拼成图片后 根据对应的台球号码 他们并没有成功 所以掉在地板上 让他想起之前的回忆 他痛苦地喊着妈妈的名字 突然意识到房间是颠倒的 所以拼图也是颠倒的 根据颠倒的信息 密码箱被打开 里面是一个8号球门把手 不过下面的地板已经所剩无几 阿曼达想要逃出去 基本上很难 在最后关头 阿曼达扔出去的门把手 救活了其他人 带着背上 他们依然要努力活下去 来到第五个房间 竟然是一个病房 里面的病床 是六个人曾经住过的地方 床上有每个人的详细资料 阿曼达当年参与战斗 遇到了土制炸弹 小队只有她自己活了下来 所以她见到火 就非常恐慌 左翼和家人坐飞机时遇难 只有她自己活了下来 飞机电倒 看着妈妈死在面前 这件事情登上过新闻 所以阿曼达觉着左翼眼熟 杰森和朋友出海游玩 遇到了大浪 在第一问之下 好友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 杰森穿着单薄 好友突然失去理智 扔下了羽绒服 挑进海里 等到救援杰森 他患上了低温证 本是因为小时候和朋友 一起happy 喝醉之后 开着车 大半夜溜达 遇到了交通事故 只有他幸存了下来 麦克当年遇到了一次矿难 同行的矿友全部遇难 只有他自己幸存了下来 戴尼家中遇到了燃气泄漏 家中其他人全部死亡 他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 仔细分析 密室游戏 所有的设定 都是根据他们自身经历来设计的 第一关对应的是阿曼达的遭遇 第二关陆角的名字 是本 去世好友的名字开头 门锁的密码 是本当时唱的歌名 第三关的冰天雪地 是为了杰森而设计 第四关的颠倒房间 专门是为了左翼而设计 主办方非常了解这群人 他们被集合在一起 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屋后的人很想知道 他们这群最幸运的人聚在一起 谁会更幸运 电视播报了本关的信息 一颗强大的心脏 挑战极限 五分钟之内 如果没有逃出去 大家都会中毒而死 迈克 他们紧急找到了几张X照 里面是手语的意思 找新电图 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 左翼却将监控全部打坏 他声称 根据量子之诺效应 观察原子时 是不会看到发生衰变 只要后台一直检视他们 左翼他们就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杰森认为 既然是需要挑战极限 需要心电图 可能是需要很高的心跳频率图 于是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用心脏搏起器 将麦克电死 尝试获得最高心跳 可是并没有成功 时间也到时 毒气被释放 既然不是最高心跳 那就是最低心跳 稳定一段时间 杰森的心跳 稳定在五十 他们通过了第五关卡 杰森和本逃了出去 左翼坚持留了下来 两个人来到全市斑点的房间 本质疑杰森 每次逃跑 他都是丢下其他人 第一个跑出去 这么自私自利 当时的朋友 肯定是被他杀害的 不可能是自己失智游走的 现如今只剩下两个人 杰森承认了这点 他们打开门时 触碰到特殊的药水 眼花缭乱 神志模糊 晃晃悠悠 解药只有一只 在打斗中 杰森脑子撞地 领了便当 最终只剩下本 一个人来到第七关 绞尽脑汁后 他很幸运地通过 来到了幕后 一位眼镜男 是整个计划的策划者 和本猜测的一样 这全部都是一场兽 有钱人花钱取乐 看真实表演的把戏 就算本活到了最后 眼镜男也不会 让他活着走出去 关键时刻 左翼意外地逃了出去 一枪将眼镜男撂倒 结束了漫长的逃生之路 事情结束 本被送到了医院治疗 左翼意带着警察来到了大楼 却发现 没有一点痕迹 于乌坦博士 其实是隐藏的 一位构词法 翻译过来就是 无路可逃 警方由于证据不足 无法立案调查 六个月后 左翼意和本再次见面 左翼意收集到 其他几名同伴死亡的信息 死亡的方式和受伤的情况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 他找到了对方大本营的位置 已经订好两张机票 要去一决雌雄 本很是无奈 但左翼意毕竟救过他一命 他只好答应一同前往危险之地 此时幕后人员已经知道他们要来的消息 特意研发了飞机上的密室逃生 等待着左翼的挑战 到此 电影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密室逃生 作为一部逃亡作品 没有过多的雪疆暴力 更多的是逻辑细节处理 密室 考验的就是逻辑性和观察性 没有那么多暴力和雪疆 密室也会拍得如此惊艳 整部片看下来十分紧张刺激 尤其是倒置台球厅 很符合恐高人群 看的是双脚发软 在影片 我已经解释之前四关的对应人物 第五关 最低心跳频率 是为一氧化碳中毒的Danny设计的 可惜他没有扛到最后 第六关是眩晕 正好对应因为喝酒出错的本 最后第七关 我觉得是凭运气 反正幕后的人 并不打算让玩家活着 所以第七关本 是死里逃生 侥幸活了下来 本片 我是非常推荐的 非常好看 很是期待第二部 左翼是如何破局 幕后真正的黑手到底是谁 种种疑惑 很吊人胃口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